今天要分享的一個本人 前幾天在本人家裡櫥窗看到 然後才想起來的一個玩具 舊版 非常非常舊 這一組已經是在 真的有20年吧 至少20年 應該 應該20年以上 實際年齡到底多久我已經忘記了 然後是 變形金剛的星羽 然後只有胸口的那個飛機的部分 然後這一組是本人的哥哥 的商品 然後那天看到才知道這個東西非常的屌 那比較可惜就是他基本上 那時候好像我哥好像也沒有貼什麼貼子 所以看起來 胸口可以大家看到他滿素的 然後就分享給大家看 後面是這樣 然後下面是這樣 也可以看到這種很舊玩具 所以 跟現在比真的沒辦法比 就是非常的舊化 而且注意看到其實 他的零件白色部分已經有點黃色掉了 所以就 本來櫥窗還滿帥的 然後就一個一個介紹 然後請下這邊 腰部的這個 這個可以打開的這個零件 那個鐵絲也不見了 然後裡面的微型變形金剛在這裡 可是他微型變形金剛那時候 我個人覺得還滿講究的啊 手也可以動 腳也可以動 然後 變形的話就是 一般像現在的那個 合體戰爭是 轉過來後 連在後面 啊這個系列是 以前是 直接裡面有個彈環扣 壓下去連就出來 個人覺得這樣還不錯的設計 然後這是微型的機器的部分 上面是這樣啊 然後如果他那一組拿掉的話 其實注意看的話 他臉就不見了 然後 呃 變形飛機給大家看好了 然後注意看到這邊 也有輪胎啊 那輪胎可以轉喔 他 個人覺得還滿講究的啊 然後 飛機的頭的這裡 這個也可以轉 算還不錯的 然後這個也可以收 下去 然後就 變成飛機模式給大家看好了 變成飛機模式給大家看好了 先 裝上這裡 那我那個聲音真的 啊 那我哥 那時候真的 好在小時候的玩具 大家 個人覺得還保存還不錯 呃 有卡榫的聲音 感覺好像快斷 然後這個手的部分 這裡這個卡榫 才聽得到那個聲音 然後往下壓 這隻手也是 然後 往下壓 然後 哎呦好像 哎呦 整隻聲音 按道理講是這個卡榫 它應該要扣進去 可是 你看已經敲這麼大力耶 我很怕真的壞 就 變到這裡就好 要硬扣 變成飛機模式的話 是這樣 然後槍的部分 這裡有卡榫 可以再插進去 算是一個個人覺得還滿講究的一個 以20年前來講 個人覺得這組真的非常的 精緻啊 飛機型是這樣 飛機型是這樣 然後 它的這個 駕駛艙啊 還可以打開 然後微型機器人 你可以讓它坐的時候 坐在裡面 像這樣 然後可以打開 算是一組 個人覺得非常屌的一個收藏 上面看是這樣 側面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 比較可惜真的就是 保存的不夠好 已經有點蠟黃掉了 然後說真的 可動範圍 也不多啊 因為以前的 這種 算是那種 它這應該 應該接近 本人國小的時候 的那種 勇者系列的模型 就 頭可以拔掉 組裝在這裡 然後手也可以拿掉 比較可惜的是 身體 就是 身體的部分 好像就真的 不見了 找不到 好 打開的話 注意看的話 這邊有個底座 然後機器人 就剛剛好 可以讓它 它會完完全全的 卡死在這裡 然後 往上踩的話 它會剛好把臉擠出來 如果 然後它也可以變成 那個 胸口模式 就是胸口模式 是像這樣子摺 這樣 這裡是胸口啊 然後 按道理講它會摺下去 可是我覺得它的 因為 影片中看不出來 我覺得它那個卡榫一直 卡榫的部分 一直出現那種 這個 嘰嘰 乖乖的聲音 不知道 那個影片收的進去 收不進去 還是不要變成胸口模式 給大家看好了 這一組 應該現在應該買不到了 算是一個 以懷舊商品來講 個人覺得非常屌的一個商品 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那種 收集那種 懷舊商品的玩具系列 還不錯 以二十幾年前來講 放在現在來講 個人覺得它比一些 山寨的變形型鋼還要好看